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景慧在长春的两处公馆开始讲起 张景慧做了维满国务院总理以后 他在长春的宅邸里有两处 称为东宅和西宅 我首先来到了他的东宅 也就是现在的健康胡同这一带 就是这个十号楼 这个十号楼 是吧 好 谢谢啊 还有记载的吗 谢谢 有记载 书上有 谢谢啊 谢谢 附近居民告诉我老宅子早已罢了 两个红了一根门 嗯 门基本就在这 对 就进这了 上楼吧 应该 这个楼我回忆回忆 不是二楼啊 就是三楼 看几张老照片吧 也只能如此了 一切也已经都淹没在 这楼宇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张景慧的西宅 位于普庆湖通 与西民主大街交回处 这是当时的一张老照片 建设时期的 1935年张景慧升任 为满国务院总理大臣 原来的公馆 显然不适应总理大人的需求了 在关东京看来 这位傀儡领班 也不能住得十分寒酸 为了给国事和外事活动 带来便利 于是关东君决定装饰一下 总理大臣的脸面 就建造了这座总理官邸 让我们走进这总理官邸 八十多年前 一场豪门逆子 红色潜伏者的故事 就在这豪门深渊之中 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张景慧 和王国奴的名头 给张梦石的并不是荣耀 反而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耻辱感 18岁他东渡日本留学 在他的唐雄丁飞的代言下 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记 并加入了东北奴日青年旧完会 成为一名红色地下工作者 1941年 莫斯科保卫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张梦石这时获得了一项任务 他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 想办法接触当时 韦满中国和日本各方面的人物 为了避免父亲的怀疑 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学习一些知识 以后能为父亲分担一些忧愁 这些说辞令张景慧欣慰不已 也就在这深宅大院之内 张景慧的办公室任他出入 由此他获得了许多绝密的情报 他断定日军此番进攻目标是在南亚 而非苏联 他把这一情报传递了出去 斯大林获得后解除了后顾之忧 毫不犹豫的将西伯利亚的兵力 调往对德的莫斯科第一线 促成了莫斯科保卫战的最终胜利 此后张梦石回国就职于维满国务院 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 利用自己维满总理大臣儿子的这个保护伞 远远不断的将许多绝密情报 秘密的传送给中共及延安方面 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东北 身为总理大臣的张景慧和手下的许多大臣 已经策划好了逃跑路线 张梦石得到这一消息后 马上向苏联方面做了汇报 苏联红军很快的根据这个情报 抓捕了溥仪张景慧等为满高管 此后张梦石随同溥仪他的父亲张景慧 一道作为战犯被带到了苏联 因为苏联需要张梦石为他们充当翻译 同时他也可以继续潜伏在高官之中 摸清他们的思想动态 直到1950年被拘谨了五年之后 张梦石才和他的父亲张景慧 以及溥仪一道被引渡回国 公开了身份 获得了应有的待遇 新建的高楼与低矮的旧墙 遥想呼应 历史就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豪门之字 响当当的官二代 为满洲国国务院总理张景慧之字 张梦石 一个红色的潜伏者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历史给了他最好的答案 他后来曾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系主任 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晚年他离休以后在长春生活 2014年12月19日 老先生在北京逝世 享年92岁 时光荏苒 冷暖春秋 像张梦石这样的选择 像张梦石这样的行为 到目前还存在着许多争议 有人认为 这种利用父子感情来获得情报的行为 是一种大不孝 也有人认为 当时身处乱世 应当把国家和黎民放在首位 各位朋友 忠孝之间难以双全 如果我们身处那个时刻 我们究竟该如何取舍呢 推舍就不吓了 是一种大那样的精神 我们的父亲 如果他认为 我们的父亲 感谢观看